那一天就坐在那邊就問我說 你這處他打算 你要做什麼 不然你錢都打算了 我就黏黏了 就好啦 後面是人我七年了 哪有那個老師 老師在養學生的 不是那種學生要孝敬老師嗎 雖然他目前沒有演出 大家都說希望他是個彩蛋 彩蛋不是彩蛋 彩蛋就是一個驚喜 但是他光幫我看幕後的事情 就包括剪接 配樂 所有的畫面跟動畫 少一顆星星他都看得見 你看到我們第一集有三百多顆的動畫 那在海邊晚上會有星星 他會說那個青衣好像太多 那個青衣好像不夠 那那次不是幾顆 現在會變幾顆 所以他的嚴格跟他的專業精神 是讓我們在旁邊學習者 非常非常佩服 雖然開玩笑說他一句話 我就要花很多錢 但是我覺得秉持著他的理念 畢竟他是過來人 能夠當我的恩師跟重要指導方向的人 我覺得這是我的榮幸 也是喜歡歌仔戲人的福氣 那希望大家能夠支持這一齣嘉慶軍 也看到楊阿姨的心血 我們既有的觀眾 像喜歡楊阿姨的觀眾 你說要說的話就忘記說 大家都會繡惠連份 疼疼連損 都會因為楊阿姨來支持 陳雅蘭歌仔戲 但是我們新的群眾呢 因為現在新興的媒體太多了 所以我要用不同的管道 去吸引年輕人 來看我們台灣文化 歌仔戲真的很好看 看完大家都會繼續追繼續看 但是呢如果沒有用其他的方法 讓他們去認識歌仔戲的話 他們永遠看不到鑽石 所以我就用Tockest還有NFT 然後跟金曼獎新人合作 並呈現在我們的戲劇當中 有很多不同的元素 包括我們的主創都是年輕的 所以我們希望跟年輕人 可以有對話的空間 所以才會出這麼多最潮的東西 跟大家分享 談一下你今天見到的感情 除夕就開始跑了 因為我們宣傳期太短了 所以其實今天我講話 通常講話不會有吐齊的 今天還稍微有一點吐齊 就表示精神真的有一點疲憊 還有擔心楊阿姨吧 只要楊阿姨出場我就會顧前顧後 我把這個責任交給我們另外一個製作人 陳秀卿去處理 我每次都說你幫我顧好楊阿姨就好 我你不用擔心 所以又有楊阿姨所以今天壓力會比較大 因為畢竟她已經很少在公共場合出現 可以讓她願意為我站台 是一件非常開心的事情 她真的是請全力 有時候半夜我們可以看片看到差不多三四點 隔天她就要補眠一下 然後有時候就是在這段期間 從我們拍攝完之後 她幾乎每天都被我抄到很晚 然後這次要記者會的時候換她抄我 每天都在給我看衣服 我穿這支好嗎 這樣好像不可以 我說楊阿姨我明天早上六點要起來 快去睡 不過你說不是要配這條紅的 這條紅的這樣好嗎 我說這樣好像不錯喔 好不然就這樣 不然我明天早上六點要回來 我明天早上六點要再給你看 好不然她說好你快去睡 欸對啦啊我這個鞋子齁 然後就到三四點 然後我隔天五六點要起來 所以你看我的眼睛 我不是哭我真的是 蠻累的 真的很累 但是我覺得很感動 就是一個老師願意這樣子 為了學生這樣子 付出她所有的心力 然後很多都幫我們這些 後輩看不到的 她會去注意提點我們 這個是我覺得很感動 尤其最感動的一部分 是面子幫我準備一下 就是她知道 這次雖然有文化部補助 還有企業的支持 真的企業這次真的是 因為我們知道要播出的時間 真的是太短了 要找冠名贊助商真的很不簡單 那除了他們的支持之外 其實還是花了蠻多錢的 就是自己製造要包很多錢 一天就坐在那邊就問我說 妳這次他打什麼 妳要做什麼 不然妳錢都太短短了 要怎麼辦 我就點點 好啦 我這 我講是人我七年了 哪有那個老師 老師在養學生的 不是那種學生要孝敬老師嗎 妳就覺得 雖然她就是很豪氣的 說出那種話 可是妳知道她的前面 她就有醞釀 有幫我想過 比如說 想接下來下一步要怎麼走 她都會想要幫妳規劃 然後她知道花了很多錢之後 她就覺得說 沒關係 她講那句話當然說 後面四人我七年 她的意思是說 她這一輩子永遠挺我道獨 到妳要養我的地步嗎 到時候就有錢了 不用啦 妳跟楊阿姨一樣養我一輩子 其實我覺得 就是 當製作人 妳還是要懂得控制預算 但是呢 現在因為新的 新的數位科技出現了 所以我們兩個頭髮都摸在收 妳想說 越開越多 但是就是都是堅持品質 然後也把台灣很多美好的地方 像板橋 林家花園 還有我們的 我沒有戴口罩 林安泰 好不錯 我這樣沒有戴口罩 還有就是 暗內堂場 對 然後我們可 可以說把台灣的 就是 就是 很多美景都包含在我們的戲劇裡面 我們也希望透過這齣戲 讓大家看到台灣每個地方的景點 然後我們的片頭片尾曲呢 也唱進了台灣美式 日潮的都是希望台灣更好 更能夠讓大家看見台灣的目標去做 讓那個台灣好的戲是新加的 我們還是希望給大家有希望 很歡樂 因為顯現出我們台灣人腳踏實地 跟熱情的一面 其實這次我覺得這次的劇本值得一提 就是因為我們是年輕的編劇 以前我們的編劇 都是跟楊安寅默契比較好 那所以她所寫的會是一種比較傳統 然後楊安寅再加上創新 那這次我們編劇呢 算是年輕人 而且看過更多的戲劇方面 然後她個人也非常喜歡歌仔戲 也很愛唱歌仔戲 所以呢她對歌仔戲很有感情 那她覺得說歌仔戲應該在這個時代 會用一種另外一種年輕的語言 跟觀眾們交流 所以在劇情方面呢 我們會有別以往的 什麼一夫多妻制啊 這種我們都不會在這齣戲裡面呈現 會讓壞人有苦衷 然後這我就那天就講了 有兩個女主角嘛 一個叫美影一個叫劉音 美影不是美影 只有嘉慶軍是嘉慶軍 所以她埋的梗 在裡面都埋得很深 所以你如果一集沒看的話 可能就不懂她的巧思安排 所以剛剛楊阿姨說了 我們只有短短三十集 希望大家不要錯過任何一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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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師 六十九名陳亞蘭歌仔戲大戲 加慶軍由台灣 競爭紀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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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